哈囉 大家知道這是什麼嗎 這是職業賽事專用的手機套 騎士比賽之前都要先交上手機 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圍棋報報 我是海風騎論的鄭豪文 今天我們進行的是名人冠軍賽的八強戰 我們四強都已經出爐了 就是這四位 分別是林軍燕、徐浩虹、王元軍跟徐靜恩 那其中軍燕、浩虹、元軍三位都是職業外卡 那今天最大的亮點就是 有一位不到15歲的騎士闖入了名人冠軍賽的四強 那大家知道是誰嗎 就是他的名字就是徐靜恩 那靜恩升上職業是在2019年的時間 那他晉升職業到現在也只有短短三年的時間 所以整體的進步速度是非常的快速 那我們就接著邀請今天的特別來賓 職業騎士周平堂六段 來和我們談談今天的比賽戰況 歡迎平堅老師 各位七號大家好 平堅老師好 那老師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 今天八強戰哪一盤騎士最精彩 今天其實這四盤當中 我關注最長的是陳水老師跟林軍燕老師這一盤 因為他們這盤從第二個腳就開始戰鬥 然後一路戰鬥到騎士去結束 所以中間的變化非常的多 所以騎友們如果可以上網看一下這盤騎士的起步 可以獲得很多不一樣的享受 所以幾乎從頭到尾都是在戰鬥 對他們就是在交換跟戰鬥中結束這盤對準 然後第二盤盧依泉跟許浩宏這一盤呢就是 盧依泉很可惜在八十八手的時候沒有抓到許浩宏 稍微比較緩招了 八十八手算是一個勝負的關鍵 八十八手是勝負的關鍵 如果他在局部有抓到這個時機點的話 他可能可以將局面稍微扳平一點 那起局就會進入比較漫長的練跑 所以騎友們可以到海公圈的官網去看 這盤騎的第八十八手應該是這盤騎最精彩的直處 那是這兩盤騎呢 那王怡君跟林士忻這一盤 賽後看了王怡君跟林士忻他們在副盤的時候 林士忻是對於他一百二十九手相當的厚 就是他的首勝 他在當時覺得他局面有力 所以他實在選擇是比較穩健的效果 但是在賽後他們用AI跑過那個變化組之後 我發現他的穩健的效果 讓他的勝率從六十幾%變成剩下50% 然後再過幾手就連50%都不到 所以他在賽後是非常後悔他選擇比較保守的效果 那評審老師接著請問 接下來的四強戰中 徐敬恩跟王怡君老師 他們兩位過去其實沒有什麼交手的紀錄對不對 那老師怎麼 老師覺得究竟是圓軍老師一面叫大名 還是這次靜恩有機會 所以一名精神甚至是闖於怪雅君決賽 因為這兩位其實都是很常在野武上面跟AI對決 那我相信在準備四強賽的三番騎的時候 雙方應該都會上網觀察一下對手他們對決的內容 那圓軍老師是非常認真型的其手 其實兩位都是很認真的其手 那徐敬恩比較特別一點 他其實平時訓練的時候 就很常用AI去研究一些比較特別的 有自己的套路就對了 所以也可能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這三番騎許建恩會用出多少布局不一樣 就是他以往比賽不一定會下出來的布局套路 另一盤四強戰是君彥老師對戰徐敬恩老師 老師怎麼看待這一盤的勝負 他們兩位算是這兩年在台灣職業賽 番奇勝負很常遇到的對戰組成 那看這兩年的狀況應該都是勝率是五成左右 所以只能看他們比賽當家的發揮如何 那現在下則覺得他們就是五五波 五波 老師那他們其風算是相似嗎 還是兩位其風是非常不同的嗎 兩位其風應該很不... 就是都有各自的特色 那你覺得其風比較自由一點 那許耀宏我覺得他計算方面 有他很厲害的地方 計算力很強 所以可以說是一場毛羽根的對決 那其實我們也可以多多關注 平昌老師剛剛提到的關鍵之處 好的那謝謝平昌老師 謝謝 那我們本週四上午11點 海風圈Youtube會直播 四強戰三番勝負的精彩對決 那請各位旗友一定要準時收看 大家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區 留下你們支持的騎手的姓名 跟大家一起討論分享 那最後希望大家也可以訂閱海風圈的Youtube 記得按讚再分享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了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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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Neil的星期間 我們下次見 告別